拔刀室 今天给大家讲三种不同步法 拔刀的结果 第一种我们知道 活鸡是有一个根部 那我们这个根部 也可以用在拔刀室上面 第二种 做好马步 然后 然后便公布 马路便公布 转跨 转腰 非常简单 第三种 直接公布 从下 往上 好 这是第三种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四种 用上我们武术里面的浦布 做到一个 比较快速蹲 因为当我们拔刀的时候 对方 如果也在拔刀 我们可以是 用浦布 直接 拔刀 他的下半身 再看一遍 好 这四种方法 你去试一试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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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